2023年5月9日,大脚星人理事会,人类将得到拯救,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对你们所有人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你们继续要求集体所需的东西,然后成为这些能量和资讯的管道,你们所知道的这些资讯将进一步推动你们人类集体意识的扩张, 总是会有一场争论到底需要什么来扭转人类的潮流,这样你们才能成为光和爱的存在,而你们一直都是这样,在更高的领域里也有争论,就像在地球上也有争论一样。 但作为一个个体,你们不必同意其他人认为你们的世界需要真正的改变,你们只需要与你们保持一致,因为你们是那个过着你们现在生活的人,你们是那个观察你们正在观察的和感受你们正在感受的人。 因此你们可以要求你们认为对全人类最有利的东西,然后你们也可以震动地将自己与你们所要求的保持一致,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真正奇妙而美好的经历,你们不仅仅是为了为集体服务,你们也会有自己的经历, 在过去,你们可能会审视自己的生活,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去地球并承担这么多,现在是你们所有努力都有回报的时候了,因为你们可以在传播之前先收到它,你们将成为人类线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所有美丽疗欲能量的管道, 你们可以使用在过去几十年中经过大量修复和恢复的网格,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拯救人类,但你们也在那里享受旅程,当你们试图以老师的管道实施变革时,你们会看到这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人们把自己封闭在你们身边,或者嘲笑你们相信与正常情况截然不同的事情,但是,当你们为全人类获得光和爱,并向人类的洒水系统一样将其传播开来时,没有人会拒绝你们所投射的光和爱, 是的,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曾经认为你们有点疯狂的人会发现自己被你们吸引,想知道你们的秘密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没有什么需要对任何人隐瞒的,因为你们发现自己,你们的话,你们的行动和你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你们与近来的能量保持一致,以疗于你们集体的意识, 无论你们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其中,这都在发生,但你们中那些接收到这一资讯的人正在有意识地做这件事,因此,你们确实可以享受这段旅程,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5月9日,智慧理事会,你们现在的旅程,传导,Acera Adams,一辙,扬升传导。 在你们所有的光辉中,在你们所有光芒中闪耀,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实现的,具体化的主人是如何生活的。 要明白你们的生活管道有多重要,因为你们甚至无法想象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你们,你们在这里闪耀着你们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辉煌,所有的完美。 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在形式中体现出无限的价值,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在形状中体现出无穷的富足,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无穷的幸福,你们在这儿是为了体现形式中体现体现出来的无限的爱,你们在那儿是为了表现形式中体现的无穷的智慧。 这就是你们,你们所说的伟大大师的作品对于你们创造,表现和实现的可能性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一个比较,但它只是有意义的,你们一直在扩张,扩张,扩张,你们一直在打开可能性和权力的大门,你们一直在提高意识和觉知,震动和频率,这扩大了权力,这扩大了魔法。 这扩大了奇迹,正如我们所说,你们必须找到另一个词来描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对你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除此之外,你们也不需要魔法和奇迹来定义你们的经历,这将是你们的自然状态,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奇迹需要,因为有些事情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们不需要发生如此神奇的事情,因为你们的处境与你们想要的相去甚远,你们将生活在你们的完整、充、实、完整、力量、幸福和富足中。 你们将活在你们的价值中,你们将生活在纯粹的爱中。 虽然你们会把你们的生活描述为最神奇、最非凡的存在,但对你们来说,它成为了你们的存在管道。 你们的环境、条件和经历是这样的,你们不需要发生什么大的、神奇的、奇迹般的事情。 因为你们已经生活在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有多强大的环境中,现在,你们不是来表演把戏的。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用你们能做的神奇的事情来娱乐人们。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认识到你们是上帝。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认识到你们所拥有的力量。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认识到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力。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在地球上乘为一个有意识的大师。 你们听过很多灵性教导,说这是一次旅程,而不是目的地。 我们甚至会给你们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这是一段旅程,这无疑是一段旅程。 但是,当你们达到一个特定的意识和觉知水准时,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呈现在你们眼前,成为你们意识和体验的一部分。 他们一直都在这里,你们正在踏上一段无路可走的旅程。 只有现在,在这里,你们的旅程除了现在,在这里,什么都没有。 对于你们的大部分大脑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不要试图弄清楚,一切都在现在,在这里,这就是你们的力量。 如果你们在等它,它不可能是现在,在这里,如果你们需要它,它不可能在现在,在这里。 即使它在现在,在这里,也不可能,如果你们想要,它不可能在现在,这里。 当你们在现在,在这里,一切都在这里。 而这段旅程从来都不是为了走出去,这是关于现在回到你们身边,在这里,回家,回家,现在就回家,在这里。 应许之地现在就在这里,人间天堂就在这里,一个新地球就在这里。 你们的梦想,真正伟大的梦想,现在就在这里。 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现在就在这里。 你们最宏伟的愿景就在这里。 你们最大的潜力就在这里。 你们所有人的最高表达就是现在,在这里。 所有对你们的要求都是实现它,所有对你们要求的都是真实化它。 所有要求你们的都是实现这一点。 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它一直都在这里,或者你们不可能意识到它,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 如果你们坐在评判或不值得的地方,或者试图弄清楚它,每次都会让你们绊倒,让我们意识到它一直都在这里。 很多次你们离它很近,离它很接近,但不值得的东西突然出现了。 你们离它太近了,但随后怀疑就出现了。 你们离得太近了,然后你们试图弄清楚。 但如果你们能进入那种绝对的认知,那么绝对认知的下一部分就是让自己意识到它一直都在这里。 你们甚至一直都意识到它,但你们现在意识到了,就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